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不是这样 是这两个字 我们成为一般有托付的人 在这一个有托付的人 他一定有三面 对不对 都是连于他的所思和他的活处的 第一个 他一定有非常健康的认定 第二个 他必须要有个非常健康的心态 或者你写心字也可以 第三个 他必须有一个非常健康的劳苦 认定不清楚 你走不久 心态不清楚 你做不好 劳苦不清楚 你白搞 无论你可以宣布宣告 我的托付多高 我的托付多大 我的托付多属灵 我的托付多属天 主给我看见这个 主要我做那个 但是这都是讲一讲吧 当你讲到这些托付的时候 第一个 你有没有一种认定 这个认定啊 是你一生之久的 我现在问你啊 有哪一个爱主的人 没有认定 有哪一个爱主 而且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主的人 没有认定 但是难处在哪呢 难处在他们有认定 那个认定啊 不能成为他的坚持 圣经讲迪玛 是不是这样 迪玛原来 别的地方也有提到迪玛吗 都是很积极的嘛 突然他来就说 迪玛啊 他们还先进的世界 就离开我去了 迪玛 难道没有托付吗 没有托付 他会跟着保罗这么多年吗 他会在外面 有这么多劳苦吗 他一定是一个有托付的人 但在认定上啊 有一天他会有一种思考 必须要这样吗 你要小心啊 你们将来最难过的一关 就叫做认定 现在你们青年傻不垃圾的 热血沸腾了 青年讲什么话 你都不要太相信 青年讲我爱你 你不要太相信 我爱耶稣 你也不要太相信 主啊 I give my life to you 你Amen 那你不要相信 为什么呢 太年轻了 我告诉你啊 这个认定的持守 对每一个弟兄 都不是容易 今天我的血很强 需要主啊 不断的来保守的 今天我向着主很绝对 需要主啊 不断的来保守的 今天我愿意牺牲一切 跟随主 需要主啊 不断的来保守 你对基督的认定不够 你对基督的主权 不够有把握 你对基督在你身上 可以完全 照他最美好的来带领你 不够有信托 你自然就要去找一点路嘛 找一点路 好让主 好扣着和主 可以有配合嘛 懂不懂 你不知道啊 那个就是罗德的原则 对不对 是不是有这篇 他不是 你就有一篇信息 讲罗德嘛 他叫 一个失败的艺人 他说他 你用那个信息 这信息我劝你们读 他都是观念的东西 一篇信息 一个观念 一篇信息 一个观念 他就说 人怎么跌倒 没有人说 我跌倒就跌倒 他是先走一步 走一步以后 就带进第二步 第二步就带进第三步 莫名其妙美发觉 你和主已经很遥远了 罗德 到后来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在一个同性恋的城里 坐了官 他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坐在门口嘛 坐了官了嘛 你如果今天告诉他 你不是跟随亚伯拉罕的 是啊 那你现在怎么样 没有啊 我没有做什么 是亚伯拉罕告诉我 赶我走的呀 亚伯拉罕说 你向左 我就向右嘛 那我只好向左 他向右嘛 他觉得很冤枉啊 罗德会起来说 冤枉啊 我什么时候离开神国呀 我是愿意跟亚伯拉罕在一起啊 对 我的仆人跟亚伯拉罕仆人吵起来 可以解决吗 你对我这么凶 你就叫我走 我既然离开我就一步步走嘛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怎么就坐了官了嘛 换句话说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怎么就发了财了嘛 发了财以后 我当然就过有钱人的生活嘛 过有钱人的生活 当然基督就减少嘛 他都很合理的 认定啊 会成为你一生最大的使探 我们中间啊 对不起 这个话就伤你的感情了啊 我们中间小姊妹有几多 你知道为什么 我看见你们我很喜乐 我看见你我很紧张 我跟你讲 我的心脏好 那是神的怜悯 要不然光看见你单身姊妹啊 我心脏鸣就发了 为什么发呢 哎呀 单身姊妹要有认定 不是做梦吗 单身弟兄有认定 稍微容易点 单身姊妹有认定 简直叫做不可能 所以有的人讲啊 很好的姊妹啊 到后来怎么 好像脾气出来了 搞得不愉快了 被暴露了 没有被暴露 一直都这样 他一直是好姊妹 他就把别人骂得一塌糊涂啊 跟家人吵得一塌糊涂 他还是个好姊妹 他是个姊妹嘛 但是你盼盼他 就全世界了 你盼盼他 一声跟谁说的 你盼盼他 什么都丢了 我们中间小姊妹 中非常可爱的一个 有没有认定 不敢说 但是 但是弟兄 你要有助 一定要彼此真切的相爱 一定要彼此了解 但是青年年年轻的时候 那个根本不在乎了解 他是18岁20岁 才撒不垃圾一头栽进去 这次以后怎么办呢 还没有什么怎么办嘛 就看你认定好不好 莫名其妙来一个电话 提出你呀 有个什么什么 我们这里一个研究员 和你这个是完全匹配的 完全匹配的 你来 他就回答了 我已经too late 我已经决定要全世界复制住了 what you want to serve god yes i'm sure but that doesn't matter you come here do the research and serve your god 这合不合理呀 你既然到这来 你又可以做研究 又可以扶持你的神嘛 we allow you to meet at your home we give you a good house 然后再下面一个 oh we can introduce some christian to you 哇 然后再来一个 you are married yet 他说yes otherwise good girls in your field 他后来连你也莫名其妙了 你就不知不觉啊 那个认定就失去了 你不要小看啊 基督徒这一生 可以有认定的真相 真相 很多色爱的 都会叫你不知不觉考虑其他的 认定啊 是你一生中最难学的一个功课 你们两个姊妹啊 你比他IQ至少都20了 懂不懂 他哪有你这么聪明啊 脑子这么快啊 性格 你比他flexible多了 给他活多了 但他说 I gave myself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 know this man I gave myself to this man I entrust myself 我信他 I entrust myself to this man I am of this man 哇 这叫认定 我跟你讲哦 主耶稣是非常罗曼提克的 你要为了这个 觉得不好 因为什么呢 任何罗曼提克的人呢 都很难办 撒不垃圾的好办 主耶稣往来讲 我就是你的救助耶稣 你犯罪 我赦免 你失败 我原谅 我是你的主 多好办 他们的救助不见了 你懂不懂 突然他讲 我不做主了 你 你说 我一切仰靠你 你仰靠 你仰靠我 我不负责 主从来没有不负责过 但是主一定会带你 经历什么叫做 主不负责 他叫你经历 难道你让你儿女这样吗 难道你叫我们这样活下去吗 难道你叫我怎么样 我告诉你 你有没有这些经历啊 我们这主对他 一个撒娇的人 他有个对待法吗 你撒娇 我比你更娇 主啊 救我 他我偏不救 主啊 我活不下去了 你试试看 看你活不活下去 你知道为什么认定 慢慢会缺失吗 就是当主不合乎我们心意的时候 当主的带领 不合乎我们心意的时候 当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不合乎我们心意的时候 我们的认定立刻就出难处了 主啊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难道我真的能信托你吗 难道你真是可信靠的吗 难道我真的把一切交在你手里吗 你立刻就会有个感觉 主啊 好像啊 你不是那么真实 记得你用的话吗 我眼有泪珠 看不见你脸面 好像你什么 你话语啊 真实不如前 因为以前你的话 讲的都实现了 现在你话讲的都不实现了 你必须我通战 你在哪啊 我必引导你 在哪啊 你必负我的责任 在哪啊 你必和我连结成为一个 在哪啊 那就叫做话语真实不如前 现在好像你太遥远了嘛 在这时候你能不能还说 哎呀 在一切的软弱 腿上 击打 这个伤害里 主 我还是知道 你是我的主 我可以认定于你 哇 这个认定啊 就会帮助你啊 把你从自我里救出来 把你救到啊 和他的一致里 对主 有这样的认定 你才能 产生一个健康的心态 懂不懂 没有这个认定 他心态出不来的 我对主没有认定 我怎么会关心主的权益 我对主不够有认定 我怎么会关心神的儿女 我甚至会觉得神的儿女啊 你们要认识啊 我跟随主多少年 我发觉他不够真实啊 你们不能这么爱他呀 哎都可以的啊 我们神是很大的啊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他也祝福你啊 因为圣经不是讲吗 或向左或向右 我都与你同在吗 或全世界或爱世界 我都与你同在吗 他还解定呢 因为你啊 不够有认定 你就会发觉啊 你的主 你的主 好像不是像 你年幼的时候 奉献的时候 那么样 叫你有把握 所以你注意啊 那些主的老仆人 多年忠心跟随主 他们的经验 都不会简单的 一个主的老仆人 都是各方各面 经历主的制作 然后啊 还能在神的怜悯里 继续来跟随主 这一切 就是 一切 准备 识 谢谢观看